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老公大姐家里请了一尊宋子观音,每个月都要让我去上衣柱箱,后来大姐竟生下一个男婴,满月酒那天,女儿看着那个男孩,一句话让我当场吓傻,女儿又发烧了。 在医院里躺了三天,连着吊三天三夜的生理盐水,整个人都胖了一圈。 我一直守在病床边,熬得眼睛都不满血丝。 不过好在,女儿的烧终于是慢慢退了下来。 此刻的她,正安安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睡觉,我也庆幸终于消停。 她发烧的时候,一个劲地喊疼,我只能不断地安慰她,一会就好了。 看着她难受的样子,我这个当妈的心里跟进了刀子一样难受,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在心里干着急。 我刚松一口气,就看到熟睡的女儿,身体忽然猛地抽搐一下,接着两行泪水就从眼角流了出来。 我赶紧拿纸巾给她擦,却听到她梦意识地说道,哥哥不要打我,心心不是坏孩子。 我愣了一下,随即意识到女儿很可能又做噩梦了。 她跟我讲过,说是梦里有一个大哥哥,总是拿着小树枝打她,说她抢了她的妈妈。 我一直没当回事,毕竟小孩子爱做梦,也是好事。 杜明呢? 她没来。 闺蜜下雪提着水果火急火燎地走进来,看到就我一个人,不由皱起了眉头。 她姐打电话来说,最近肚子挺闹腾,疼得厉害,她陪她姐做检查去了。 就老棒怀猪那个。 我被她的说法逗得一笑,美好气地白了她一眼,不过还是点了点头。 谢! 对别人家的孩子这么上心,对自己的亲生女儿却不管不顾,真是个渣男,当初你就不该嫁给她。 下雪一脸为我打抱不平。 我眸光垂了垂,低声道,以前杜江对我很好的。 我没有说谎,以前老公杜江对我真的很好。 我生病了,她会日夜守在我身边。 我想吃什么,她也会跑遍全城去买。 那时候,我真觉得,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可自从我不小心摔倒流产了儿子,又难产生下女儿,从此在不能生育后,一切都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得得得,怪我,又提你伤心事了。 看到我情绪忽然低沉,下雪之道一不小心又戳到我的心事,一脸的歉意。 我只是无所谓的笑笑,结果她递过来包好的橘子,听说大姐怀的是个男孩,说起来还是他们度假唯一的男孩。 她这么上心,也是应该的。 嘶,好酸。 我就被橘子酸得面容扭曲。 怎么可能? 我买的时候还尝了的。 下雪抢过我手里的橘子,不信邪地掰下两半赛入口中,下一秒她也被酸得面目猙獰。 靠!该死的奸商,居然给我来挂羊头卖狗肉这一套,我找她算账去。 下雪是个火爆的性子,提着一袋橘子就要去找水果老板理论去。 我则是无奈地笑了笑。 就在这时,女儿突然醒了过来。 她看着我,泪眼婆娑地道,妈妈,我们不要把哥哥送给别人好不好。 文言我愣了一秒,然后满眼心疼地摸了摸她的额头,还有些微微发烫。 好,听到我的话,女儿立刻露出一个灿烂的笑脸。 我就知道妈妈最好了,我要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哥哥,这样他就不会再打我了。 说完这句话,女儿马上闭上了眼睛,睡觉。 这次她的嘴角始终带着一抹淡淡的笑。 好,我有些微微出神,感觉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揪住,一抽一抽地疼。 下一秒,我就忍不住落下泪来。 欣欣,你哪有什么哥哥? 你哥哥不是早已经死了吗? 或许是因为难产的原因,欣欣从小就身体不好,体弱多病,花了不少钱。 婆婆一直对此颇有微词,说为了一个病养子花了她儿子那么多钱,当初还不如直接打掉得好。 我知道,她是在记恨我,摔没了她大孙子。 所以,每每当她说起这种话,我都只当作没听见。 是我让杜家没了儿子,没了后。 我也一直心存愧疚,觉得跟对不起老公。 她虽然嘴上不说,但我知道在她心里,她也一直想要一个儿子。 可是,我的一位忍让并没有换来婆婆的同情。 她反而背着我,偷偷欺负我女儿。 如果不是我给女儿洗澡的时候,发现她的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我还不知道她是这样一个心肠恶毒的老太婆。 女儿起初还撒谎说是自己不小心摔的, 可我一眼看出那是人用手生生掐出来的。 在我的再三诱导逼问下, 女儿终于向我吐露了实情。 她抱着我的胳膊,哭得梨花带雨, 妈妈,你不要告诉奶奶是我告诉你的好不好, 不然她会不给我吃饭的。 我饿死了,你就没有宝宝了,那一刻我简直五雷轰顶。 心里像是有一团熊熊燃烧的大火,就要将我坟灭殆尽。 我当即和婆婆大吵了一架, 她却反而觉得自己没有做错, 气势比我还要高上三分。 如果不是你,我大孙怎么会死? 都怪你,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你一定是想我们老度家绝后, 故意摔倒的。 你既然还能生, 为什么不再给我生个孙子, 故意生个赔钱货? 你恶心谁呢? 你们赵家的女儿都这么贱吗? 她的话,一字一句, 都像一把把刀子插在我的心口, 让我窒息地喘不过起来。 老公也在一旁拉偏架, 婆婆嘴里的唾沫星子都快要把我淹死了, 她还一个劲地扯住我的衣服, 叫我少说两句。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当时就不想跟她继续过了, 回房间收拾了行李, 要跟她离婚。 她却一下子慌了, 跪在地上给我磕头认错, 让我原谅她这一次。 我在心中叹了一口气, 已经太多次了, 她却一把拉过欣欣, 一把鼻涕一把累得道, 小敏, 你看欣欣还这么小, 你也不想她从小就没有爸爸吧? 她是懂我弱点的, 一下子就说中了我最大的软肋。 为了欣欣, 我只能继续延续着 这段早已分崩离析的婚姻。 只盼着能早点把这老太婆熬死, 或许我的日子就能好点了吧。 刚把女儿接回家, 好不容易把她哄睡着。 一身疲惫的我正打算去洗个澡, 好好休息一下。 我就接到了老公的电话。 电话那头, 她的声音带着一丝窘迫与着急。 小敏, 大姐的肚子还是疼得厉害, 你能不能来, 大姐家拜一拜观音。 文言我立刻皱起了眉头, 独自疼就去医院看医生啊, 叫我拜观音有什么用? 我只感觉莫名其妙。 大姐家确实供奉着一尊观音像, 还是我和大姐一起去寺庙请的, 前前后后花了将近十万。 是一尊宋子观音? 小小的一个, 只有拳头大小。 不过这宋子观音还真的挺灵, 这才供奉了五年, 大姐还真就怀上了。 检查出来是个男孩, 可把家里人高兴坏了。 不过, 唯一有点奇怪的就是, 明明是大姐请的宋子观音, 每个月却要我去她家, 给观音上香, 磕头。 大姐说这是因为, 这尊观音是我和她一起请的, 一起供奉更显的心诚, 也更灵验。 我虽然心里一直不信, 但也没有抹了她的面子, 每个月都会去给观音上一炷香。 直到后来她真的怀孕, 我才彻底相信了她的话, 甚至想着等有时间, 自己也去请一尊来供奉着。 虽然医生都说我子宫受损, 已经在没有怀孕的可能, 可是大姐明明都已经绝经了, 供奉宋子观音之后, 也都老数开花。 我为什么不可以? 只可惜后面欣欣总是生病, 一直在照顾她, 这件事也就落下了。 老公在那头支支吾吾, 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揉了揉发酸的脖子, 打了个哈欠, 疲惫地说道, 你好好带大姐去医院看看, 我刚接心心从医院回来, 正哄她睡觉呢。 老公不知所措地呗了一声, 似乎这才想起来她女儿也在生病一样。 我正要挂电话, 就听到那头传来婆婆那尖酸刻薄的声音, 叫你来你就来, 哪那么多废话? 你是不是不想我抱孙子, 自己生不出来儿子, 还不准我女儿生, 照明你这颗心哪, 真是烂透了。 听了婆婆的话, 我一下子就红了眼眶。 有些委屈地为自己辩解, 我没有, 到底有没有,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婆婆冷冰冰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 哎呀妈, 你说话怎么这么没清没重的, 小敏刚在医院照顾欣欣这么久, 听到你说这样的话, 该多伤心啊。 是大姐的声音。 自从她请了宋子观音怀孕之后, 她就对我越发地好了, 过年的时候还给欣欣买了两件新衣服, 我对她是感激的。 如今, 听到她为我说话, 心里的委屈顿时就像决堤一般翻涌出来。 我一下瘫坐在浴室里, 气不成声。 我没有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呜呜呜, 嘟嘟嘟, 电话被挂断了。 这时门口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 是欣欣。 妈妈, 你怎么哭了? 欣欣走过来心疼你抱着我, 笨拙地用小手给我擦着眼泪, 妈妈不哭不哭, 再哭就不漂亮了。 扑哧, 听着她哄孩子一般的话, 我一下子就破涕为笑。 妈妈没有哭, 妈妈只是太高兴了, 我的心心病终于好了, 又可以开开心心地完了。 嘿嘿, 妈妈我偷偷告诉你哦, 哥哥已经说不会再打我了。 嗯嗯, 那就好哦。 当我敲开大姐家的门, 是我老公开的门。 我是一个人来的, 心心身体刚好, 不方便带着她。 她看到站在门外的我, 脸上阴沉的表情, 一下子就消散了。 小米你来了? 她一脸激动, 急忙拉着我往里走。 妈, 大姐, 快快快, 小米来了。 婆婆搀扶着挺着个大肚子的大姐, 从卧室里走出来。 婆婆看到我, 冷哼了一声, 没有什么好脸色。 倒是大姐很热情地跟我打了一声招呼, 叫老公给我倒了一杯热水。 心心怎么样了? 好多了。 大姐拉着我的手, 看我满眼血丝, 一脸心疼地道, 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 老妈和弟弟都在我这边, 也没个人帮着你。 哼。 婆婆文言又冷哼了一声, 目光冷冷地扫了我一眼, 好像在怪我多事。 老公则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般, 在一旁抓耳挠腮, 目光心虚地看着我, 可就是没放出一个屁来。 哪怕说上一句老婆对不起, 是我疏忽了, 忘了你和孩子, 都没有。 我只觉眼角一阵发酸, 委屈地想哭。 没事, 都已经过去了, 我强压着落泪的冲动, 口不由心地说道, 你现在怀孕了, 你才是我们家现在最要紧的人, 他们照顾你是应该的, 你知道最好。 婆婆又在一旁冷冷地接过话茬, 既然来了, 就赶快去摆摆观音, 好好求观音菩萨保佑保佑, 不要让月月肚子里的孩子继续这么闹腾了。 我抬头看了她一眼, 心里暗暗骂了一句死老太婆。 我来到供奉宋子观音的神龛前, 恭恭敬敬地跪在菩团上, 双手合十, 菩萨保佑我大姐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母子平安, 顺顺利利, 不知是不是最近太疲惫的缘故, 当我说完这些话正磕头时, 就感觉眼前一阵发黑, 像是有一把锤子, 重重地垂在了我的后脑勺上, 整个人直接从蒲团上栽倒了下去。 小敏, 老公发出一声惊呼, 急忙伸手来扶我。 与此同时, 身后的大姐也发出一阵痛呼。 啊, 别踢了, 别踢了, 好痛好痛。 她双手捧着圆溜溜的肚子, 额头青筋抱起, 脸疼得煞白煞白的。 看着格外瘆人, 妈, 我好痛, 我好痛啊。 大姐抓着婆婆的手, 咬着牙, 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 快, 快, 拿柳条, 文言婆婆像是一下, 有了主意, 从门后拿出早准备好的柳条, 一把塞到我手里。 我正不知所措时, 婆婆发话了, 还愣着干什么, 快点用柳条打神像。 我瞪大了眼睛, 手一抖将柳条扔了出去。 不, 不要。 打官依娘娘是大不敬, 要遭报应的。 我的一颗心 砰砰砰地跳着, 实在想象不出, 婆婆怎么会叫我做这么大逆不道的事。 见我不按照她说的做, 婆婆立刻就怒了。 小江, 还不管管你媳妇。 文言, 老公一脸哀求的神色朝我看来。 老婆, 你就帮帮这一次吧, 求你了。 我脸色苍白, 看着她递到我手里的柳条, 一个劲的摇头, 眼中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虽然我不信鬼神, 但总有些忌讳。 老公, 不要, 不要, 这样做我会遭报应的, 欣欣也会遭报应的, 似乎是我的话触动了老公, 她握着我的手忽然松开, 自己捡起地上掉落的柳枝, 妈, 要不还是让我来吧。 然而她话音刚落, 就被婆婆一巴掌打在了脸上。 要你有用的话, 还叫她来干什么? 婆婆表情凶狠, 一把抢过她手里的柳条, 接着抓住我的手, 一点点掰开我的手指, 将柳条塞到我的手中, 抓着我的手, 朝着观音神像抽去。 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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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条在空中滑过, 发出阵阵破空声。 我整个人精神崩溃地跪在地上, 任由婆婆抓着我的手挥来挥去, 不知是不是我太过害怕, 产生了幻觉。 我竟在那阵阵破空之音中, 隐隐听到一个男孩惨叫的哀嚎声。 啊, 妈妈不要打我, 我会听话的。 我再也不欺负妹妹了。 妈妈不要打我, 我眼前一黑, 彻底昏死了过去。 等我再次睁眼醒来, 我已经躺在家里的卧室床上, 女儿欣欣守在我床边, 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问, 爸爸呢? 爸爸在厨房做饭呢? 欣欣语气有些闷闷地回答道, 她的话让我有些意外, 杜江居然也会做饭。 难道太阳真从西边出来了? 我伸手捏了捏欣欣肉乎乎的脸蛋, 从嘴角挤出一丝微笑, 那欣欣怎么这么不开心呢? 欣欣扁了扁嘴, 有些委屈巴巴地开口道, 妈妈是不是不喜欢哥哥? 你为什么要打哥哥? 她看着我, 眼神委屈又无辜。 哥哥都已经答应, 不会再打欣欣了, 妈妈你不要再生哥哥气了, 好不好? 我原本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 我什么时候打, 忽然, 我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想到 用柳条抽打, 观音神像时, 听到的那一声声似有似无, 撕心裂肺地哭喊声, 心头莫名一紧, 像是被什么东西一下子掐住了喉咙, 让我喘不上起来, 心中莫名涌上一股烦躁。 我言辞严厉地批评起欣欣, 欣欣, 我们不可以撒谎, 妈妈只有你一个孩子, 你没有哥哥。 欣欣被我突如其来的训斥 吓得小脸发白, 可依旧不服气地小声辩解道, 明明就有, 我梦到过的, 没有。 我说了没有, 你听到了吗? 我情绪失控地朝着她大吼起来, 我好像一下子变得我自己都不认识了, 我抓着头发, 发了疯似的。 就在这时, 老公听见动静, 推门走了进来, 小敏, 你没事吧? 我看向她, 问道, 大姐怎么样了? 大姐已经没事了, 快起来洗把脸, 吃饭了。 老公脸上露出轻松的表情, 你已经睡了整整三天了, 我给你炖了鸡汤, 好好补补, 送女儿去幼儿园的时候, 我一直心事重重, 脑海中总是不自觉地浮现出那个男孩的哭泣声, 我下意识地看向自己握住柳条的手,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莫名地感觉一阵火辣辣地疼。 忽然, 我目光看向被我凶过之后, 就一直沉默的女儿。 欣欣, 你能不能告诉妈妈, 那个哥哥, 他有没有告诉你, 他是被妈妈用什么打的? 欣欣抬头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 见我没有生气, 这才轻轻地说道, 哥哥说, 你是拿着那种长着叶子的树枝打的, 不过不是你打的, 是你身边的一个老妖婆抓着你的手打的, 是柳枝。 哥哥还说, 下次妈妈再打她的时候, 能不能不要再用那种树枝打她了, 那种树枝打着好痛好痛, 他还说, 他以后再也不欺负我了, 叫妈妈不要再打她了, 他会听话的, 听到这, 我心神一晃, 差点晕倒, 我是一向不信鬼神的, 可是当亲眼看见大姐供奉神像怀孕后, 欣欣有鼻子有眼地跟我讲述了那个莫须有的哥哥之后, 一切巧合都无形中得到婴症以后, 我, 开始有些信了, 还有, 她为什么叫欣欣妹妹, 又为什么叫我妈妈, 难道, 她是我死去的那个孩子吗? 我心神恍惚地牵着欣欣的手继续走着, 却一不小心踢到了路边阴阳滩的竹筒, 哐浪一声, 我立刻回过神来, 急忙弯腰去给人扶起来, 实在不好意思, 我刚才没注意, 不小心踢到了你的摊子, 摆摊的是个头发斑白, 六七十岁, 面容轻瘦的老者, 带着一副老花镜, 留着长长的白胡子, 她坐在小马扎上, 靠着墙, 扶了扶眼镜看着我, 又看了看欣欣, 一脸严肃地开口, 女娃, 你撞了我的摊子不要紧, 倒是你身旁这个小娃娃, 情况很不对劲啊, 啊, 我紧张得地看向欣欣, 看她一脸呆萌地看着我, 很快意识到这不过是这些阴阳先生惯用的小把戏, 礼貌地说了句谢谢, 就拉着欣欣离开, 然而她却叫住了我, 等一下, 我知道你不信我, 不过没关系,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你先拿着, 如果哪天你觉得你女儿不对劲, 一定要记得赶快打电话给我, 她塞给我的是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条, 上面写着她的号码, 如果她塞给我的是一张打印的名片, 估计我当场就给扔了, 犹豫了一下, 我还是把那张纸条塞进了包包, 但是接下来的日子却过得无比顺利, 欣欣没有再生病发烧, 身体也没出现任何不正常, 以前还经常做噩梦, 现在也不做了, 我也渐渐将那位大师的话抛之脑后, 认为她就是为了骗钱, 在故弄玄虚, 两个月后, 大姐在医院顺利生下一个大胖小子, 圆头圆脑的, 足足有八斤八两, 老公给我发来照片, 言语之间, 尽是藏不住地喜欢, 你看到没有, 足足有八斤八两呢? 这手和脚都肉乎乎的, 太可爱了, 我心中一片酸涩, 单单回了个看到了, 可老公仿佛没有察觉我低落的情绪, 依旧噼里啪啦地给我发了一大堆, 那种快要溢出屏幕的欣喜, 仿佛那个孩子是他儿子似的, 孩子满月的时候, 你记得来吃满月酒啊? 我看着老公发来的消息, 愣了一下, 什么意思? 你不回家了? 大姐刚生完孩子, 在家里也没个人照顾, 老妈又手脚不方便, 只能我去照顾她了。 她语气无奈, 却透着开心。 我撇了撇嘴, 心说人家老公是个大老板, 大姐又给人生了个大胖儿子, 难道人家还请不起一个月嫂照顾她了? 不过这句话, 我终究还是没有说出口。 我知道, 老公其实就是也想要一个儿子罢了。 谁让我自己不争气呢? 我有些气恼地捶了捶肚子, 去幼儿园接女儿放学时, 发现女儿的两个鼻孔都塞着卫生纸。 幼儿园的老师跟我解释, 欣欣妈妈, 欣欣是不是有点营养不良啊? 今天好好的就突然开始流鼻血, 吓死我们了, 怎么止都止不住, 你有时间带她去医院检查检查吧。 老师说得隐晦, 但我能感觉出来, 她是在怀疑我女儿是不是得了白血病, 毕竟我女儿身体一直不好, 现如今又流血不止, 很难不让人产生一些不好的联想。 我跟老师说了声谢谢, 就第一时间带欣欣到市医院做了一个全方面的检查, 结果就是除了孩子有点营养不良外, 其他的一切正常。 流鼻血, 很可能是因为天气炎热, 有些上火的缘故。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还好不是什么白血病之类的。 接下来的几周, 心心时不时地就会流一两次鼻血, 但都很快止住。 我跟老师说了去医院检查的事, 也说明了流鼻血的原因, 这才没有引起更大的恐慌。 很快, 时间就到了孩子满月酒这天, 大姐的老公不愧是个富商, 直接在五星级酒店摆了三十几桌为孩子庆生。 各种海参豹鱼帝王谢, 更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美味。 我带着心心坐在角落里, 全然不顾周围异样的眼光, 吃得满嘴流油。 而我的老公, 自然是和婆婆大姐他们坐在一起, 一家人其乐融融。 全然没有想起我和心心这两个, 算得上是家人的家人。 至于今天的主角, 小侄子被一块红色的墙宝包裹着, 像传递奥运火炬一般被传到了每一桌。 人人看了都要夸上一句, 肥嘟嘟的, 好福气。 等到孩子传到我手里时, 已经有些不耐烦的小侄子, 已经哭得稀里哗啦的, 我朝他做了一个鬼脸, 他愣了一下, 似乎被吓到, 我心里有点慌。 下一刻, 他竟咦呀咦呀地笑了起来,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还好, 还好, 周围的宾客也笑了起来。 更有吃醉了酒的, 口无遮拦地说着孩子眉眼之间和我有点像。 等孩子被抱到其他桌之后, 嘈杂的声音顿时离我们远去。 我这才注意到一旁的女儿, 一脸煞白地看着被抱走的小侄子。 欣欣, 怎么了? 你不喜欢弟弟吗? 谁知, 欣欣却摇了摇头, 凑到我耳边悄悄地说, 妈妈, 那不是弟弟, 那是哥哥。 一瞬间, 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别瞎说, 乖乖吃饭。 当天晚上回到家, 欣欣又发起了高烧, 不一会就开始流鼻血, 怎么止都止不住的那种。 我立刻打车送欣欣去了医院。 等到了医院, 欣欣的情况已经变得非常糟糕, 整张脸仿佛快被烤熟了一样, 红彤彤地摸上去十分烫手。 从鼻子里流出来的鼻血, 也不再像之前那样鲜艳流动, 而是一块块暗沉腥臭的血块。 接待的小护士也没见过这场景, 当即被吓了一跳, 医院马上就给我们安排了急诊, 很快心心便被推进了手术室。 我隔着玻璃窗看着里面浑身插满各种仪器, 带着氧气罩的女儿, 第一次感到前所未有的惊慌。 仿佛下一刻, 我就要永远失去我的女儿。 一个小时后, 看到一身大汗淋漓的医生走出手术室, 我急忙迎了上去。 医生, 我女儿怎么样了? 你一定要救救她呀。 她是个好孩子, 她还有美好的未来。 我语无伦次地拉着医生的手, 几乎是跪着哀求。 我的闺蜜下雪这时候, 也赶来了医院。 她将已经崩溃的, 我从地上扶了起来。 小敏, 你要振作一点, 欣欣会没事的。 医生取下口罩, 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家属请放心吧, 孩子现在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现在只需要在ICU里再观察几天, 如果没什么意外, 基本就可以出院了。 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 听到欣欣没事, 我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 下雪搀扶着我坐在了椅子上, 一松手, 我就跟一塌烂泥似的倒在了地上。 她又只好再把我拉起来, 紧紧地靠着她。 杜江呢? 这么大的事, 她也不来。 下雪猝着眉头, 话里明显带着怒气。 我脸色苍白地一笑, 我还没来得及通知她呢。 你呀。 她看着我,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手机给我, 我给她打电话。 电话接通。 喂, 老婆, 你有什么事吗? 我现在正忙着给孩子换尿不湿呢, 你要没什么着急的事, 我就先挂了呀。 电话开了免提, 我眸光一暗, 没有说话。 一旁的下雪当即冷哼一声, 那不知道你亲生女儿住进了ICU, 算不算你口中着急的事。 什么? 欣欣住进ICU了, 什么时候的事? 杜江的声音明显极了。 我刚想说不用担心, 已经没事了。 下雪却先一步开了口, 你别管什么时候的事, 现在, 立刻, 马上来是医院。 说完, 她立刻就挂断了电话。 她看着我, 一脸恨铁不成钢的神情, 又想心软了不适。 被她看穿,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二十分钟后, 杜江急冲冲的身影, 终于出现在了医院里。 我面色一喜, 可她开口的第一句话, 却不是关心欣欣身体怎么样了, 而是责怪我, 你怎么能让欣欣住进ICU呢? 这一晚上得花多少钱啊? 原来, 她最关心的是钱。 至于欣欣的生死, 她从来不在乎。 忽然之间, 就没有了和她继续说话的热情。 见我不搭话, 杜江微微差异地皱起了眉头, 跟你说话呢? 你怎么不说话? 我想不理她。 夏雪更是直接踹了她一脚, 说你麻痹啊, 你看哪家男人来医院的第一件事, 不是关心老婆孩子的身体。 就你麻, 关心花了多少钱, 嫁给你这种男人, 真是我姐妹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杜江被下雪的话, 骚得满脸通红, 急忙从地上爬起来向我解释, 小敏,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不用说了, 我都明白, 欣欣已经没事了, 你回去吧。 我是真的感觉累了, 身体累, 心更累, 感觉到四周越来越多鄙夷的目光, 落在自己身上, 杜江急忙从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赛到我手里, 这里面有十万块, 你先拿着给女儿治病, 我先回去了, 大姐那边还等着我呢。 然后, 她, 还真的走了。 踏踏, 手里的银行卡掉在地上, 医院的走廊里, 一瞬间安静地可怕。 草, 他妈的, 这算什么男人? 下雪顿时暴跳如雷, 转身就要掏手机摇人, 给我讨个公道, 我却拦住了她。 算了吧, 反正对她的失望, 又不是第一次了。 当天夜里, 我收到了医院下发的病危通知书, 欣欣的病情再次恶化, 血无论如何都止不住, 只能通过不断地输血维持生命。 我的欣欣就要离开我了。 我在医院厕所里掩面痛哭。 欣欣, 我的欣欣, 咦, 这是什么? 下雪去给我交治疗费, 在我包里找医保卡时, 从里面翻出一团揉在一起的废纸, 随手扔进了垃圾桶。 我目光愣愣地着, 忽然猛地回过神来, 急忙去翻垃圾桶。 下雪被我吓了一跳, 你干什么? 不就是张废纸吗? 我没理会她, 急忙小心翼翼摊开纸, 还好上面的电话号码还能看得清。 我照着上面的电话打了过去, 很快电话就接通了。 喂, 我像抓住了唯一的救命稻草, 急忙说道, 你好, 我是三个月前不小心踢了你摊子的那个人,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 我当时还带着我的女儿。 哦, 是你呀, 我刚现在才来找我, 是出什么事了吧? 求求你, 救救我的女儿。 我情绪崩溃地痛哭起来, 他就要死了。 你们现在在哪? 我马上过来。 是医院, 十分钟后, 一个头发斑白的老人, 带着个背着箱子的年轻小伙, 出现在了医院。 他一眼就认出了我。 我一下跪在了他面前, 阿公, 救救我女儿吧。 他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你女儿怎么样了? 一直高烧不退, 鼻血怎么都止不住, 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了。 怎么这么严重了, 才来找我? 他皱着眉头,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闻言我只能一个劲地哭, 求求他大发慈悲救救我女儿。 现在女儿全凭输血吊着一口气, 已经转入了普通病房, 鼻孔里还插着倒血管。 老者走到床边, 伸手翻来女儿的眼皮, 只见眼白, 不见同人, 眼白里交叉分布着三根绣花真粗的血线。 果然是这样。 老者又叹了一口气, 接着就吩咐身后的年轻人, 从箱子里取出一张黄符烧成灰, 化成水, 还让我扎破手指头滴了一滴血在里面, 为他喝下去。 这时, 一直在一旁默不作声地下雪, 终于看出来, 我找来的救命稻草是个什么身份了? 感情是个大神啊! 他一把拉住我的手, 摇了摇头, 小敏, 你不要乱来, 我们要相信医生的话。 我凄惨地一笑, 听医生的话, 我的心心就必死无疑, 听他的, 至少我的心心还有一线生机, 下雪身子一颤, 最终还是放开了我的手。 我将拂水给女儿喂下, 接着年轻男子, 又从箱子里的一堆瓶瓶罐罐中, 倒出一些粉末混合在一起, 拔掉心心的倒血管, 倒进了心心的鼻孔之中。 神奇的是, 只过了七八秒, 血竟然止住了。 我立刻跪在地上给老者磕头谢恩, 然而下一刻, 他的话就重新将我拖进了万丈冰窟, 这孩子的命, 我就不了, 什么?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血不都止住了吗? 怎么会就不了呢? 我把杜江留给我的银行卡赛到老者手中, 我有钱, 我有钱, 求求你救救我女儿, 她才三岁, 她才三岁啊! 哎, 你女儿被人戒了魂, 老夫真的是有心无力, 回天乏术啊! 什么? 欣欣欣被人戒了魂, 老者的画像一记, 闷锤砸在我的脑门, 让我眼冒金星, 我不懂什么戒不戒命的, 老人家, 我只求求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女儿, 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愿意, 我跪在地上砰砰砰地给她磕头, 即便额头被染得一片深红, 我也没有停下, 哎, 你先给我讲讲发生在这个孩子身上的事吧, 文言, 我急忙把最近发生在欣欣身上的事, 事无巨细地全讲给了老者听, 尤其是那个古怪的噩梦, 还有那次让我心有余悸的巧合, 听完我的讲述, 老者沉默了一会, 开口问道, 在她之前, 你还生过一个男娃吧, 之前是怀了一个, 不过没留住, 流产了, 那小孩的尸体呢, 怎么处理的? 我愣了一下, 被我婆婆拿走了, 我不知道她具体怎么处理的, 可能被她拿去埋了吧, 你说你大姐请了一尊宋子观音在家里? 是, 嗯, 那就没错了, 老者目光复杂地看向我, 那个宋子观音, 其实就是用你儿子的骨头炼制的, 什么? 怎么可能? 我和夏雪同时被吓得惊叫出声, 我更是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毛骨悚然, 却又忽然之间, 好像许多埋藏在心里的疑惑, 终于解开了, 为什么大姐要叫我一起去请观音? 为什么每个月我都要去她家上一炷香? 为什么大姐能够再次怀孕? 为什么她肚子疼要叫我用柳条打神像? 为什么女儿会做那个奇怪的梦? 一切都说得明白了, 只是真相让我痛到无法呼吸, 我蜷缩在地上, 捂着胸口, 剧烈的疼痛感让我浑身抽搐, 原来, 我就是那个观音, 我被哄骗着, 亲手把我的儿子送给了别人, 连带着, 还要赔上我女儿的命, 下雪心疼地抱着我, 大师, 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挽回吗? 老者摇了摇头, 观音送子, 却不送魂, 现在那个孩子的命和这女娃的命就连在一起, 如果那孩子还没有出生, 还有一线生机, 可既然那个孩子已经出生, 一切都已经晚了, 她现在就像一把火, 这女娃就是下面的柴火, 已经不能活了, 老者的话就像一盆冷水, 彻底浇灭了我的希望, 难道我的心心, 我的两个孩子, 就只能白败成为别人的嫁衣吗? 那些谋害我孩子的人, 凭什么儿孙满堂, 幸福美满, 这不公平。 我像一头发疯的野兽, 趴在地上轻声嘶吼起来, 或许出于怜悯, 老者告诉了我一个可以破解此局的方法, 那便是用我和女儿的血一起浇灌那尊观音像, 一连七日, 等到观音像神光不再, 碎裂成渣, 便会送子失败, 新生的孩子也会后继无力, 早早夭折。 同样, 我的女儿也会失去生命, 和那夭折的孩子一起踏入轮回, 并且我也会遭到反噬, 不得善终。 可我女儿都快要死了, 我唯一的挚爱就要没了, 我哪里还在乎什么得不得善终, 宁叫玉碎, 不为瓦全。 我的孩子, 不是他们可以随意玩弄的玩偶。 三天后, 欣欣死了, 尸体被医院直接送去火化, 我也彻底疯了, 被杜江接回了家, 锁在了家里。 杜江仿佛一夜之间就变老了, 她开始变得沉默寡言, 不爱与人说话, 胡子也不爱刮了, 每次亲我的时候, 总是会扎疼我的脸。 当我推开她的时候, 她总是一脸宠溺地看着我。 那个满眼都是我的杜江, 好像一下子又回来了。 她会早起给我做早餐, 贴心地给我煎上一个爱心溏心袋, 细心地给我磨上一杯热豆浆, 然后温柔地凑到我耳边, 说老婆该起床了。 只可惜, 我已经疯了。 欣欣, 欣欣, 你去哪儿了? 欣欣你快出来, 妈妈找不到你了。 我把欣欣弄丢了, 我着急地在房间里四处寻找, 找不到, 我就开始疯狂地用头撞墙, 撞得头破血流。 直到杜江将那个脏兮兮的洋娃娃送到我手中, 我才会平静下来, 抱着洋娃娃, 唱着摇篮曲, 哄着她睡觉。 我的心心要听话, 乖乖睡觉哦。 杜江就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目光通红, 泪眼婆娑。 我摇晃着脑袋, 继续轻轻地唱着, 一连数天都是如此, 终于杜江崩溃了。 她扯着我的肩膀, 大声说道, 欣欣已经死了。 小明你放过自己好不好? 我抱着洋娃娃一把甩开她的手, 躲在角落里, 用恐惧的目光看着她, 坏人, 坏人。 我的心心明明好好的, 我的心心才没有死。 没有, 杜江看着我, 心痛到无法呼吸。 大姐生下男孩的喜悦, 此刻在她心中早已经荡然无存。 这一刻, 她才猛然意识到失去女儿妻子后, 她成了孤家寡人, 是何等的凄凉。 她抱着我失声痛哭, 嘴里不断说着她错了的话, 求求我原谅她。 而我只是目光呆呆你看着她, 然后嘴角一咧, 大笑起来, 你哭起来的样子好好笑啊, 好像一只无家可归的小狗狗。 嘿嘿, 哈哈, 这天, 我忽然对杜江说, 我们再要一个宝宝好不好, 欣欣说她想要个弟弟。 胡子拉叉的杜江愣愣地看着我, 两久, 她才吐出一个好字。 我立刻高兴地像个小孩子, 围在她身边一阵蹦蹦跳跳。 我们去把大姐家的观音菩萨借来好不好, 有了观音菩萨保佑, 我一定可以给欣欣生个弟弟。 我一脸的天真。 杜江没有丝毫怀疑, 点头答应了下来。 当天晚上, 杜江就把宋子观音交到了我手上。 我把观音放在桌子上, 恭恭敬敬地给观音磕了一个头, 观音菩萨保佑, 我明年一定要生一个大胖小子。 杜江看着我, 灰暗的眸子里一抹失望一闪而过。 原来, 她是真的疯了。 第二天, 杜江急冲冲地敲响了大姐家的大门。 大姐抱着孩子, 和婆婆有说有笑地打开了门。 接着就听到了一个让他们神魂剧烈的消息, 小敏是装疯的, 她跑了。 没错, 其实我是装疯的, 为的就是将这宋子观音神像骗到手。 并且欣欣也还没有死。 之前的一切不过都是我抛出的烟雾弹。 如果他们能够对欣欣有一丝上心, 良心发现一次去火葬场取回欣欣的骨灰, 都能够轻而易举地识破我的谎言。 只可惜, 他们没有。 他们眼中只有那个刚出生的孩子。 现在, 欣欣就躺下我闺蜜家的地下室里, 吊着最后一口气。 老者虽然没有办法救回欣欣, 却有着法子在延续她一个月的寿命。 而这一个月就是我最后的机会。 现在神像到手了, 我终于可以开始复仇了。 我用小刀毅然决然地割开了手指, 任由血液滴落在灰白的神像之上。 接下来的日子, 杜江跟发了风势地到处找我。 他甚至报了警。 花钱在互联网上发布了关于我的寻人启示。 街头小巷都贴满了我的照片。 只可惜, 我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再也找不出我的半点痕迹。 但只有墙堡里孩子日渐颓败的身体正无声地宣告, 我, 赵敏, 还活着, 就躲藏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 手握复仇的镰刀, 窥似着他们的一切, 慢慢摧毁着他们的一切。 他们找到我的闺蜜家, 将他家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我的线索。 其实他们就从我的身边走过, 只是他们没有认出我来。 毕竟, 谁也不会想到, 在垃圾桶边翻找食物残渣的乞丐, 竟会是闹得满城风雨的元凶。 时间来到第六天, 找不到我半点线索的度假众人终于急了。 大姐抱着孩子跪在摄像机前, 哭得梨花带雨, 小敏, 我知道你能看得见我发的这条道歉视频, 我也知道你已经知道了所有真相, 是我对不住你, 是我贪得无厌, 可是现如今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两个孩子只能活一个, 你就当行行好, 放过这个孩子吧。 毕竟, 他也是你的孩子, 只要你回来, 就算让我当场死在你面前, 我也无怨无悔, 只求你放过我的孩子。 我冷冷地看着这条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的道歉视频, 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还有点想笑, 就凭这种粗略虚伪的道歉视频, 就想把我骗出去, 他们是不是还觉得自己很聪明? 等着吧, 就只剩一天了, 我们会见面的。 第七天, 我主动拨通了杜月的电话, 我就在金山公园, 我们见一面吧。 很快, 杜家一群人就风风火火地赶来了金山公园, 一见面, 大姐就给我跪下了。 小敏, 我求求你, 放过小虎吧, 她还只是个孩子。 我冷冷看着她, 冷声质问道, 小虎还是个孩子, 难道我的心心就不是个孩子了吗? 你凭什么用我孩子的命, 去换你孩子的命? 你凭什么? 小敏对不起对不起,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 就这一次好不好。 她像狗一样趴在地上, 一点点地向我爬来。 我却一眼识破她的计谋, 直接拿出口袋里的观音神像, 取出两只装着我和心心血液的使馆, 你再往前一步, 我就倒上去。 不, 不要, 你敢。 婆婆抱着孩子, 惊声尖叫起来。 呵, 我不敢, 那我们就试试。 我故意将使馆倾斜了一点, 婆婆几人立刻惊呼出声, 不要。 现在, 我问你答, 只要有半句谎话, 我就马上倒上去。 好好好, 只要你放过胡子, 我把什么都告诉你。 大姐立刻服软道, 你为什么要害我的心心? 我目光通红地看着她, 都怪王磊, 她在外面养了小三, 我一直生不了孩子, 她一直闹着要跟我离婚,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小敏, 你也是女人, 你能理解我的对不对? 看着她那一副委屈巴巴的表情, 我简直恶心地想吐。 握着观音像的手紧了紧, 我颤抖着声音问道, 我儿子是不是也是你搞的鬼? 听了我的话, 大姐身子一抖, 一脸惊恐地看着我。 是不是? 我情绪激动地大喊, 握着试管的手也颤抖不停。 大姐立刻就慌了, 你别动你别动。 是, 是我, 是我偷偷在地板上倒了洗洁经, 让你摔倒了流产, 最后让妈把孩子抱给了我, 做成了这个颂子观音, 闻言我看向一旁的婆婆, 所以你一直都知道, 对不对? 都是你孙子, 凭什么就我生不得? 婆婆冷着脸, 没有说话, 不过嘴都已经快气歪了。 最后, 我将目光投向没说话的杜江, 你呢? 是不是从来都知道? 杜江看着我, 低下了头, 我悲怅一笑, 眼中流下一行血泪。 哈哈, 原来是这样, 原来你什么都知道, 小敏, 发生这样的意外, 我们都很难过, 但是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我们就不要让这样的错误再继续下去了好不好? 乖, 把观音给我,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杜江一步步向我逼近, 呵呵, 重新开始, 说得好听, 重新开始, 你能让我我的心心活过来吗? 我冲着他大喊, 既然不让我好过, 那大家都别想好过。 在众人的目光中, 我毫不犹豫地将事馆中的血液倒在了观音神像上。 不要, 你疯了。 紧接着, 就听到咔嚓的一声, 一道道裂纹从观音的头顶蔓延。 眨眼间, 观音就碎成了一堆废渣, 也几乎在同一时间, 就听到婆婆手中的小虎突然大哭起来, 从她的眼睛中流下两行血水。 小虎你怎么了? 小虎。 杜家三人立刻围在小虎旁边, 看着这一幕却不知如何是好。 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手里咽气。 小虎。 我的小虎。 你醒醒, 你睁开眼睛看看妈妈。 你这个杀人凶手。 婆婆目光愿毒地看着我, 面目猙獰宛如恶鬼, 张牙舞爪地朝我扑了过来。 我直接一脚将它踹倒在地上。 老东西, 要不是看你年纪大, 老娘早就想收拾你了。 这一幕却刺痛了肚浆。 她发了风势地冲了过来, 同样一脚踢在我的肚子上, 我瞬间摔倒在地。 接着腹部就传来一阵剧痛。 我捂着肚子, 目光死死地看着杜江。 下一刻, 她看着我身下缓缓流出的鲜血, 整个人忽然愣住了。 茫然, 懊悔, 痛苦, 看着她精彩的表情。 我疯狂大笑起来, 杜江, 你不是想要儿子吗? 在这呢? 哈哈哈哈, 是的。 其实, 我很幸运地又怀孕了。 还去医院做过检查, 是个男孩。 原本还打算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杜江, 可看到她对欣欣的所作所为之后, 我忽然间就寒心了。 这样的人, 怎么配当我孩子的父亲?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为什么? 杜江跑过来一把将我抱在怀里, 目自欲裂地看着我。 我颤抖着手扶上她的肩膀, 凑在她耳边轻声道, 因为你不配, 你们杜家就该断子绝孙。 我的话就像一把刀子, 深深捅进杜江的心窝。 啊! 她跪在地上, 痛苦地大叫起来。 而婆婆也在目睹了这一切之后, 脖子一歪, 昏死了过去。 我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 下雪就在我旁边, 一边给我包橘子, 一边给我讲述最近关于杜家的事。 你那个恶毒的大姐被她的老公扫地出门了, 小三叫人把她的东西全都扔了出来, 她受不了刺激, 已经彻底疯了, 现在整天在大街上拉人就问, 有没有看见她的孩子, 真是可恨又可悲。 还有你那个婆婆, 受不了刺激, 脑溢血中风, 直接成了植物人, 现在那嘴都歪到天上去了, 吃饭都只能喝西的, 还有杜江, 好了别说了, 我不想听到她的名字, 我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三天后, 我出了院, 和下雪一起来到公墓, 看着眼前三个小小的墓碑, 我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对不起, 是妈妈没用, 没能保护好你们。 当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三个孩子手拉着手, 把我围在中间, 一个劲地叫我妈妈。 我认出来了其中一个, 是欣欣。 我刚想伸手去抓住她, 却忽然发现他们一下子又离我好远。 哈哈, 妈妈, 你快来追我呀。 妈妈, 妈妈, 我在这儿, 等我醒来, 才发现我的脸颊早已经湿冷一片。 看了一眼床头的安眠药, 我苦涩一笑, 孩子们, 妈妈来了。